十年前张先生和前妻张女士离婚了 但是十年来他和张女士之间却保持着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其实离婚之后张先生想复婚张女士也想复婚 可是复了十年两人也没复成婚 那么原因处在哪呢 张先生认为是他前妻的问题导致了他们迟迟不能复婚 但他的儿子小张却认为问题恰恰处在他父亲自己身上 张先生到底做了些什么自私的事让儿子接受不了呢 在调解现场他的前妻张女士说了句这样的话 有窝图一半是有窝图你知道不知道 我觉得是罪无之意不在酒 离婚十年到底又是什么阻止了他们复婚的脚步 父母的婚姻大事为何儿子如此着急呢 受儿子和前妻双重指责的张先生 今天为何又会来到金牌调解的现场 他的目的究竟何在 让我们共有关注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 各位好 这里是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三方当事人 父母和儿子 张先生张女士还有小张 三位的诉求分别是什么 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 小张你先说 我的诉求就是希望这次来一方面能够拯救我爸爸 然后另一方面也希望我爸爸能从心底里面知道我妈的付出 然后一直来感化他挽救他 挽救 对 你父亲做什么了 他就是去年元旦的时候做了一些比较自私的事情 你所说的挽救指的是什么 就是我不希望他在这条 骑路上越走越远 这个跟你妈妈和他有什么关系 我说吧 我想说的是 想解开老公对我的误会和对儿子的误会 张先生呢 你儿子刚才诉求里面有提到说要挽救你 你觉得 他说的不完全正确 因为按照刚才小张说法 父亲在一条骑路上 是吗 他说的有言过其词的意思 这次来这儿了 希望老师们的包括问题家庭的问题摆出来之后 希望老师可以批评指导 消除我们三个之间的怨恨 更重要的是能够完回我们这边的家庭 那今天是要复婚的意思还是什么 既然到这儿了 我希望能够复婚 问一下张女士 对于复婚这件事情 重新组成一个家庭的事情 你的想法是什么 那当然是一个期盼吧 你也希望 对 但是得应该有些实际行动吧 正确地面对吧 你指谁没有实际行动呢 是孩子的爸 小张对于你父母的婚姻状况 你的想法是什么 我的想法是 如果他们两个能够在一起 当然是最好的 你所说的你父亲的在 是要挽救他 拯救他 他在一条歧路上 指的是哪方面的问题 指的是 我爸在一些 做法上 太过于自私了 通过他们三个人的讲述 不难发现 他们目的一致 都是希望复婚的 既然如此 那为什么又要来调解呢 这就关系到小张所说的 父亲误入歧途 在这儿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背景 张先生和张女士在离婚时有两套房 两人各分得了一套 就在这套房子上 这一大家子出了问题 在我们两个分开的时候 我们双方写了个协议 这个协议当时说的是 如果我们再婚的话 这个房子要盛出来 第一度我再婚 协议中有个最关键的条款 那就是任何一方如果要再婚 各自名下所分得的那套房产 则归儿子所有 自己连使用权都没有 若赠与人再婚 则需搬出居住 张先生说 他们当初立这个协议 是为了防止夫妻共同创造的财富 因再婚而外流 对于这个协议 他们双方都是没有意见的 而两人多多少少也有复婚的意愿 都认为自己和对方 不可能会违背这个条款 但是几年过去了 两人迟迟没有复成婚 张先生开始动摇了 到了2016年 在谁也不知道的情况下 张先生突然在婚了 元旦之前朋友给我介绍个对象 这个女的对我挺好 看到我生活挺困难的 做饭没人做 她到我家里来了 我们两个愿意 跟那个女的愿意混入生活 我们办了个结婚手续 当时儿子在上学期间 我们又把这个事情 及时地告诉儿子 是因为你没有时间 没有机会跟他讲 还是因为你 没有机会没有时间 这是我的过程 一个电话就可以讲明白的事情了 我怕影响他的学习在行校 他就是为了躲儿子回家 因为他知道这件事情 做得不对 我再婚为什么不对 正当合法的为什么不对 错都错在没给你提前解释 我不是说你结婚这件事情 我们说的就是为什么 没提前告诉他一声 没有提前告诉他 这是我的失误 为什么 我怕儿子在学校受到影响 你还是怕他接受不了这个事情 对 当然是突然接受不了事实 所以我等他回来 我慢慢要跟他说这个事情 你心里害怕对吗 对对对 因为他在学校里情绪 如果说你害怕的一个电话 就会影响他情绪 那说明你心里知道 这个事情儿子可能会不同意 或者说不高兴 你有这种可能 其实我是不会感受我爸婚姻的 但是我爸他自己在上面写 如果再婚的话 需要搬出去居住 他并没有按照协议上的去旅行 如果按照你的这个说法就是 只要他们搬出去了 你是不反对他再婚的 是这意思吗 对啊 当你发现家里有这么一个人的时候 你是怎么来处理的 我住了大概有个四五天吧 然后我爸爸他就是不给我钥匙 他就是把那个钥匙交给的那个女方也有 说我身为你的儿子居然不能不能有钥匙 当时他这个行为会给你什么感觉呢 我的感觉就是特别自私 完全没有在乎我的感受吧 我当时就是为了逼迫我爸交出钥匙 然后我就砸了家里边的一些辞职的一些东西 想以此就是以这种无理的表现 让我爸交出钥匙 为什么不采取沟通的方式 因为我之前已经跟他沟通过了 无效 对 然后呢 之后就是有一天三个人坐在一起 我把这个协议拿给这个女方看了 你是想告诉他 我跟我爸爸之间是有这个协议在的 对对 那看的结果是 看的结果是这个女的最终选择离开 最终女方选择了出去 以跟你爸爸离婚的方式来结束这个事情 这个会引起你们父子之间的不愉快吗 确实引起了很多不愉快 因为我打算了他一个美满的婚姻 张先生 是儿子所想的这个情况吗 不是这个情况 当时我给刘子晶讲了 我说要是先不要给你来 为什么 因为你奶奶在家里住着了 奶奶在家住 对在我这住着 如果是那个奶奶在家里 你突然间开门回来了 很可能会发生不愉快 你觉得儿子在意的到底是什么 儿子实体背后在意的 还是不赞成我再婚 希望他跟他妈妈在一起 对 希望你们能复婚 是吗 还要这个完整的家庭 他说你心里渴望一个完整的家庭 因为我想着我要大学毕业了吗 我们那边可能结婚的话会比较在意父母双方吧 就是南方这边的父母 就是一种家庭环境 你是说如果他们两个人不复婚可能会影响你的婚姻 小张说他是去年元旦学校放假 到父亲家串门时意外发现父亲再婚的 他之所以情绪激动 是因为他怎么也想不到父亲竟然会再婚 而且还违背协议 在他看来父亲没有照着复婚的轨迹走 反而是偏离轨道再婚 这就是步入歧途 而张女士也没有想到 前夫竟然会来这么一招 在他的概念里 这个前夫一定是会回归的 所以离婚之后 经济比较宽裕 能力也比较强的他 陆陆续续借过七万块钱 给前夫用于生活和创业 张女士说 他和前夫离婚后 他们还共同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 前夫也隐约告诉过他 可以和他复婚 所以他才愿意三番两次借钱给他 可是到去年元旦 前夫再婚这件事被他发现后 他瞬间觉得很受打击 这钱我借着你 你说你找对象了 该不该说一下呀 你心里是一直在 考虑着是否附和这个问题 对 我们俩离婚以后半年 我都回家了 为了孩子 你心里难过的事情是 他都跟别人在一起生活 要结婚了我都不知道 是为这个伤心 还是说你要结婚了 钱都还不还我 是为哪种伤心 我就是这一位为钱伤心 他一直都在玩我 好 那我能不能再理解为就是 在你心里会觉得 如果他还没有跟别人结婚 或者说 如果他跟你还有可能的话 这个钱 还不还就无所谓了 是 他认为之所以会有经济的往来 是因为还有情感的存在 在你心里是不是这么认为的 不全是 钱就是钱 对 你并不知道他心里在等着你 他也没说过 因为我们几年都没有留 在婚姻上几年都没联系 见我一次都要 要了七万块钱 见一次都要了个钱的事 所以你觉得在感情上不可能了 我认为不可能了 我这么问你吧张先生 如果儿子没有提出房子的问题 你认为 你是找到了一段 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 我认为应该是 这个女的各方面对我都挺好 那如果这样的话 为什么就这么轻易放弃呢 接下来还可以跟儿子 再继续做工作的 就完全可以按照协议上的来吗 因为他也感到 我跟他讲得很清楚 就我欠儿子 他妈妈的钱 我现在确实没能力还 他三天两头就会闹事 我怎么闹 干涉我的生活 所以这个女的说 我看了了 你们家庭太复杂了 这是你的问题 不是人家的问题 欠我的家也没跟你说 嫌疑不跟你想 不跟你看 张先生这次短暂的再婚经历 确实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在过去的几年中 无论是他的前妻还是小张 都认为离婚是暂时 复婚是必然的 而张先生的再婚 让他们无法再信任张先生 小张说 他父母离婚之后 父亲尝试过多种事业 结果都失了 而母亲踏踏实实 经营自己的小店 生意却异常火爆 在小张看来 虽然父亲的再婚 已经成为过去时 并且他在今天表态 说要复婚 但这一切都只是 为了母亲的钱 我觉得就属于那种 吊着你的这种感觉吧 我这边需要钱 然后你给我就设了 张先生真的是这样的人吧 在过去的十年中 他如果有心复婚 为什么迟迟 也没有和前妻复成婚 并且在去年 他还尝试了一次再婚 这种种事情 都让人对张先生 今天复婚的诉求 产生怀疑 他会怎么解释呢 为什么不给你办 复婚手续 你太强势了 我咋强势 在亲戚朋友面前 你没有维护过我的资源 经常卖我的赖 坐着经常是接我的短 在家里也是 搞得我家里 现在没有朋友去 你去的时候 过去家庭的一些事情 都搬出来了 就是他一直以来 是这种样子 还是说在你们离婚以后 他是这种样子 以前也是这样 我很忍让 办了离婚手续 再喝到一块 我对这块 真的是没法容忍的 坐一张先生 如果你对他 这么不能容忍的话 你觉得受不了的话 可是这方面 又生活在一起 然后一方面 又找他这边借着钱 那更说不清楚了 而他这边会觉得 这是存着一点一点的希望 当时钱已经借过了 我也没那个能力还他了 你是因为还不了 所以没办法 对 我也跟他说了 我这钱 我两年以内 两三年之内 我一定要还你 结果这 当时又分房子了 我把钱又投到房子上去了 还带着不款 张先生 你要这么说 那我能不能理解为 如果不是因为 你借着他的钱 你早就分开了 那有可能 他就是意义不行 太自私了 有龌龊 你办事有龌龊 你知道不知道 做人得光明磊乐呀 得敞亮啊 主要还是他在于他 太强势了 借给我钱 我非常感动 为什么 你让我给你出借条 天天我要这个钱 我妈虽然说 有一些方式 做得不太妥当 但是整个的出发点 还是为了这个家 还是为了我 也就是说 你现在可以 以你成长以后的姿态 来看清 他们各自身上的问题 对吧 对 是更多的理解了 还是有更多的不满了 就是我对 我妈这边 有更多的理解了 我对我爸这边 有更多的不满 他在日子面前 经常说我的坏话 我这也不是 那也不是 所以我在日子面前 没有一点形象 没有一点尊严 我咋说你的坏话呢 孩子天天上学 我在店里忙 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还会想到 希望他们能够 再重新生活在一起 再能有一个圆满的家庭 你觉得他们两个人 有这个基础吗 我觉得还是 从一开始 他们两个都是 从农村里来的 然后到一个城市里边 去经过自己的打拼 我觉得他们应该 还是有一定的感情基础的 其实这也是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这次来调解 就是希望能给 我爸一个机会 然后去挽救我爸 看我爸这边 是不是有这个足够的诚意 去维护这个家 明白 方女士 如果今天讨论 付婚的问题 你心里最担忧的是什么 担忧的是他一个态度 你要是回家了 还是可胜其灵人 那还是吵 那这些钱 我想问一下 你有态度吗 当然呢 回家了 钱还算啥 钱都根本都不算啥 关键是一个人 两个人的感情 可是如果是为了钱 而复婚 你能接受吗 那我不能接受 也就是说 你现在不敢去判断 他是否真心地想要 对 看一个人的态度和行动 我刚刚想说 就是一直我在这边 我爸这边 就是从去年的元旦 到现在 就是我没有看到 他的一些诚意 所以张先生 你对于复婚 到底是有意愿 还是没有意愿 我这次来的目的 还是愿意 为什么儿子也好 还是我有个家 他也好 都没有看到 你以前我走到地方 好多地方欠缺 亏得儿子 我也在 自己的最大奴隶 来补偿儿子 我也一直在做手工作 在努力做 包括最近的一个月 他那家里 我也是天天 几乎只要有时间 我都去帮助干活 他只要对我尊重 我其他事情 我为了儿子 我什么我都愿意放弃 张先生说 为了儿子 他其实也一直都有 和前妻复婚的想法 所以在过去的九年中 他也没有动过 再婚的心思 但是前妻的强势 一直没有改 问前妻借钱 被要求打借条 也很伤他的心 他认为 是前妻没有复婚的诚意 所以他不仅没有复婚 反而和另一位女士再婚了 现在经过这次 短暂的再婚经历 经过和儿子之间 发生的这些冲突 以及前妻在现场的表态 他是打心底想明白了 前妻和儿子 还是欢迎他回归的 张先生说出了他的心里话 表示愿意复婚 可是律师罗九宝却表示 他不看好张先生的复婚 因为张女士和小张 虽然想让张先生回归 可他们的行为 却是在绑架 我觉得你们应该给这个婚姻 松松吧 在我的眼里的 我所看到的这场婚姻 复婚也好离婚也好 都有许多许多的 和婚姻之外的东西 被捆绑的 我们从这个 比方当事人写的这个借条 就是说 若以后共同生活 死借款不再偿还 否则应归还 因为提到更多的 我觉得是罪无之意不再久 其实不是讨债 不是追钱 实际上想用钱 借钱这种方式 是否能把这个婚姻给捆住 还有南方当事人说 这么多年以来 对儿子是愧疚的 想用复婚的方式 来补偿儿子 我觉得这个和婚姻 又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那么作为儿子来讲 他考虑到自己的婚姻的问题 用自己的婚姻 用来捆绑着父母的婚姻 那么这个其实也是 对婚姻的一种捆绑 再说 儿子也好 其他人也好 是不可以干涉 一个人的婚姻自由的 至于你们俩 是否复婚 我觉得 先松松吧 把这些和复婚 有关联的因素 先放一遍 问问自己 到底需不需要 这段婚姻 否则的话 你被这些因素 所牵绊和捆绑 后面仍然是痛苦的 我想对小张探讨一下 就是关于这个自私的话题 你一直在强调 父亲的这个自私 我倒是不能 完全地认同 就是我们可以探讨一下 就是你刚才说了 你的诉求 就是要求父母 复婚的原因 你并不是因为说 他们俩之间 还有感情 还应该在一起 你的第一个主要原因 是因为 为了你自己 以后找女朋友也好 找老婆也好 可能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比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 可能更好 更方便地去找到一个女朋友 所以说 你能够提出这个要求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出于一种 非常自私的想法 其实你没有去顾及到 父母之间这种状态 能不能在一起 你只是考虑到自己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这个关于那个协议 虽然是父亲主动签的 他亲笔手书的 但是你不觉得这个协议 太冷酷了吗 有一条我记得就是 为什么他说 你父亲再婚的话 就一定要搬出去呢 凭什么呀 这是他家呀 是不是 虽然房子是早晚是你的 赠予你了 但是他 为什么结了婚 就一定要搬出去 他不能再结婚了吗 你为什么能干涉 他的这个结婚的自由呢 就像刚才我们律师说的 他的婚姻的自由 是没有任何人 不管你是他的父母还好 是他的儿女也好 没有任何人能够干涉 他这个自由 他想跟谁结婚 就跟谁结婚 不需要经过你的同意 明白吗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就是 父亲再婚 为什么要隐瞒你 有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因为他在照顾你的感受 明白吗 因为你是他的儿子 他要照顾你的一个感受 第四点就是 关于协议当中 这个房子 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父亲也说了 这个房子不管怎么样 早晚都是你的 所以说你不用太着急 也不用太着急 把父亲赶出去 明白吗 其实我一直想说 我的感受 其实当初签两 这两份协议 其实我到现在 我都没把它当成一种 就是说我就是要房子的 对对对 这个很好 我觉得 对 包括你所说的 就是 就是因为追求幸福 是每个人的权利 我从一开始 自始至终我都对我爸说 包括我爸现在还认为 说是我反对他的婚姻 其实我想说的是 我一直并没有反对他的婚姻 对 可能最后的结果 闹成了是这样的 但是你给我们的一种感受 就是你好像对父亲的这种再婚 好像有很大的这种不满 你传达出的信息是这样的 我所不满的就是因为 你既然签了这个协议 你就应该按照协议去做 对 对吧 这其实你就非常矛盾了 刚才你也说 这个协议在你心里 其实不是很重要 然后现在你说 要求父亲严格 按照这个协议 一条一条地去做到 他没有做到 你觉得他 哎呀 这个说话不算数 其实来之前 我的内心都已经发生了变化 主要是因为我妈之前说 她这生意就是一个人 自己实在是干不了 就是需要有人帮忙 帮助 然后我爸这边 我之前听他说过 他说他有一个同事 就是因为跟自己老婆 闹了矛盾 然后那一天就是 他的一个上司吧 就是喝完酒了 然后就直接就是 当天晚上就没有再醒过来 我那时候就突然想到 你就担心这种事情会 发生在你的父母身上 因为有一句话 就是说还是原配的好 就是想 就是以此作为契机吧 就是打折 就是为了我的这个名义 对 就是你为了孩子婚姻的这个名义 看看能不能 对 我能够理解这种心情 但是刚才我已经说了很多 就是 跟你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关系 对 我也不想 就是 而且我倒是觉得 你在中间这么 掺了一脚 反而可能会让事情 变得更加复杂了 明白吗 虽然张先生对今天复婚的原因 做了一些详细的解释 但从观察员 罗九宝和维汉的发言来看 他们似乎仍不看好张先生复婚 但是心理咨询师李金平确认为 张先生和张女士 有复婚的基础 他们之间的矛盾 并没有到无法调和的地步 这顿曾经的夫妻 你们的矛盾点在哪里 你们之间的分分合合 无异于是一种自尊大战 张先生的自尊 显于细微处 张女士的自尊 显于无形处 夫妻之间 包括跟儿子打交道 任何细微的一件事情 张先生都会觉得 有伤自尊 张先生今天在这个现场 很少抬头 与我们对视和对话 这就像一个人走路 一直要很小心 低头看着自己脚下的路 而不敢擅自往前 多看那么几米 可见您的心理 来支撑自己的自尊 是乏力的 所以您会很小心 来维持自己的自尊 而这种维持 会让你觉得很辛苦 也会让你感觉 备受伤害 那张女士 为什么说你的自尊 显于无形处 其实看着你很强大 看着你也很强势 就好像说你的自尊 自然而然就有啊 不需要维系 其实我觉得不对 你是隐藏得很深而已 比如说你写给 丈夫的这个借据 你都会写 如果复婚了 这笔钱不用偿还 如果不复婚 那这笔钱是要偿还的 这说明什么呀 这明摆着了 就是钓鱼 我跟你是有复婚的意思 为啥不明说呢 你们之间还有一个 情感方面的问题 你看 你们如果是想复合的 就是彼此心里边都觉得说 尽管我们有矛盾 吵吵闹闹几十年 但其实对方都不坏 而且比二婚 其他的配偶看起来更靠谱一点 因为彼此都很有责任心 对不对 那为什么历经十年 没有达成共识呢 重新复合呢 或者是说彼此都能看出 对方有这个意思呢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的内心想法 是聚合式的 就是让两个人要聚合到一起 但你们的表达方式 是割裂式的 我看了你们那个借条 什么借钱怎么借 然后包括还款日期 都写得清清楚楚 而且居然还有证人 那我曾经的前妻前夫 我借个钱 扯这套干啥呀 写借条本身 我觉得就已经有点过分了 还写得那么完整 这叫什么 这叫割裂式的表达方式 对不对 那借钱聚合的方式是什么 老张 你碰见困难了 咱夫妻一场 儿子还是咱的 对不对 我这会儿现在还有钱 六万也好 七万也好 你先拿去用 有钱呢 你还我 如果咱俩以后 还能凑合到一块 你这钱不用还了 行了吧 对不对 这样就太好了 那有啥 谁信不着谁的呢 在心理咨询师李金平看来 张先生和张女士 如果能够改变一下 沟通方式 双方还是能在一起好好过的 那么面对现实 他们之间到底该不该复婚呢 调解员胡建云 又会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帮你们概括了一下 第一句话叫离不开家 第二句话叫还不了钱 最后一句话叫忘不了半 那离不开家这一点 既有情感方面 也有经济上 也有社会舆论 所以大家千千彻彻 分分合合 这个就显示出 两位在处理问题上 其实是不太自信 也不太干脆 所以其实也带来了新的困扰 因为在分分合合的过程当中 又会产生新的人际关系 新的情感故事 到现在又形成为新的障碍 心里面会有疙瘩 还不了钱 很有意思 我个人把它理解为 就是勉强能把你们维系在一块 起很大作用的恰恰是 还不了钱 就从现实的角度来看 从你们提供的这个信息来看的话 有一段时间 张女士支持张先生去创业啊 去干嘛呀 是用经济来表达内心语言 那万一张先生成功了呢 其实今天你们的故事 就不会延续到现在 它恰是因为张先生 这一些梦想破碎了 所以张先生在某些方面 也是依赖于张女士的支持 那最后说忘不了本 就是责任感 还有夜路归根的这种心态 就是大家绕一个圈 想背对着这个俗化了的家庭生活 去重新寻找自己理想的一种生活 绕了一个圈 折腾了一番之后 可能会发现 这就是生活 这就是现实和梦想 妥协之后的真正的生活 而且这里面有另外一个主旋律 就是责任感 这也是一种选择 那今天你们两位 其实正在往这个选择靠路 如果你们都有一个意象 月落归根 回到原点 那就不能是简单重复 而应该是一个新的状态 来回归 调解员胡建云 用五句话 概括了张先生和张女士之间 这种若即若离 纠缠不清的关系 胡老师认为 这种纠缠不清的关系 是错综复杂的现实因素导致的 如今随着双方年龄的增大 阅历的丰富 观念的转变 双方很可能是真的想要复婚了 回顾整场调解 窝面发现 其实他们双方之间都有些误会 首先是张先生 因为前妻的表达方式 误会了张女士内心复婚的真实想法 其次张女士又因为前妇的再婚 误以为张先生是铁了心要离开她 调解至此 胡老师让廖阿姨带着男女双方 一起进入了密室 你们两个都不如 能坚持走到今天 虽然你们有分分合合 纠纠纠纠纠纠 但是你们的情感是没有赚的 她为什么会流血妹你知道吧 在她的内心 她对你的爱是没有变的 她对你的牵挂也没有变 张女士在密室中的表现再一次证明 她的心里从来就没有放下过前夫张先生 或许就像心理咨询师李金平说的一样 她一直都没有向前夫表达过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 或许她是为了维护强势外表下的那份自尊 但无论如何 她的这种表达方式一度让前夫和她越走越远 我想告诉你 这么多年的调解经验 家里有个强女人 这个男的一定是弱的 因为所有的你都扛了 我想劝你分担一些出来 比如说生意上的一些事情 交给她去做 比如说收款 比如说进货 比如说收款 比如说去收账 把这面交给她 廖阿姨希望张女士 从今以后能够调整一下浩强的性格 学会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需求 重新开始和前夫谷写一段崭新的爱情 我有个建议好吧 从今来起开始你们谈恋爱 过去的事全部放下 不说了 这次调解回去以后把夫分针给领了 同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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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要领夫分针 你不论夫针 你当到时你们两个人又会成了什么来 反正不是夫妻 以什么不高兴的事情 你有你的想法 我有我的算法 这个不好 夫妻一条心好吧 面对廖阿姨的提议 张先生答应的很爽快 而一直放不下前夫的张女士 此刻倒很犹豫了 张先生还能有什么办法 让前妻看到自己复婚的诚意吗 为了让调解取得更好的效果 心理咨询师苏丹 在密室的另一边 也在给小张支招 他们其实都需要一个倾听者 越强势的人 越需要一个倾听者 做好一个倾听的牌子 少出建议 多关心他们的需要 然后你呢 就自然而然 就会从他们的那种 恶性情绪中释放出来 成为了一个很好的连接 对于苏老师的建议 年轻的小张听得很认真 小张说 他以后会抱着一颗理解的心 更加耐心地去和父母沟通 争取化解父母之间的怨恨 那么回到调解现场之后 这一家人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通过今天各位老师的批评指导 首先我认识到 我存在很多的缺点和不足的地方 我们这个婚姻 整年多来 走得了分分合合 对我来说 我有很大的责任 我现在理解 理解他 在这十年多年呢 他确实也很不容易 今天呢 我在当做这个电视过程面 和各位老师 我比较过台 以后 我也好好地 对待我的妻子 对待我的儿子 我也理解我的儿子 所以我过去做了很多 不该做的事情 可能是 在方向上欠 欠佗的 在这里我也对儿子表示 歉意 对不起 对孩子 妈妈 我也说 我还像以前一样 还爱你 张先生一番带着诚意的检讨 终于打动了前妻张女士 在一旁的儿子小张 看着这一幕 颇有感慨 其实我今天确实 挺感动的 我今天是第一次 我今天是第一次叫 就是能够如此诚恳 有诚意地 来对我妈说出这些话 然后就是刚才阿姨也给我说 然后让我做他们两个中间 我会做中间的一个强烈的调和剂 以后有什么风雨 我们下三个人会一起做 谢谢儿子 谢谢儿子 我希望我儿子 做好自己的人生 也谢谢我老公 今后一定会 他说了以后 这是我的工作 我们俩有什么事都 相互的沟通吧 以前沟通的太少了 应该是包容他吧 包容与支持 好 谢谢 谢谢 调解的最后 张先生最终是用真诚打动了前妻和儿子 看着他们一家重归于好 我们很欣慰 我们希望张先生这次复婚 是源于对妻子的爱 而不是其他 因为婚姻还是应该让爱做主 这样的婚姻才能真正的长久和幸福 姐妹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